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反正在法律上啊 你有赡养我的义务 你给我钱那应该的 那叫赡养费 对 我给你的钱是叫赡养费 不叫保护费 你不能动不动 就来骚扰我 威胁我 我什么时候威胁你了 我来就想告诉你 你呀 也不能动不动 就拿点火车票 就把我打发走 这是我家 这是我女儿家 要不你打电话报警啊 我看警察能把我怎么着 反正我没地儿去 我没地儿去也不能在这儿 你对我有误解呢 丽娜 是 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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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姓丽 是我的姓 你走不走 我们好好谈谈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那行 那你什么时候想谈什么再说呗 那找他们急呀是不是 你到底要干吗 我没要干吗 我 我就是 想等你 是不想跟我谈 你等吧 我 你真的不怕 她 她 她 我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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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在协程上订的房 麻烦您出示一下身份证 好嘞 先查一下 稍等 我用手机支付行吗 我出门时候换了一个包 我钱包在另外一个包里 没问题 身份证出示一下 我身份证也在那个包里 没有身份证办不了入住 手机现在都实名认证了 这个不行 身份证复印件是要上传的 那微信和微博行吗 也是实名认证过的 对不起 我们需要的是有效证件 手机那不是证件 什么也证明不了 你们就不能通融一下吗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什么事 моя们 你就是 就是 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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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另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大姐 你没事吧 我陪你去找他 这不是无赖吗他 算了 这么晚了 真把他轰到大街上 他还真没地去 那他之前都住哪儿啊 这儿混混 那儿混混 现在岁数大了 跟谁混都不招人待见了 就来找我了呗 如果他真的要赖在你这儿 你要是真的不好赶他 就算是报警 警察来了他也是你父亲 你也不能把他赶到大街上去 这都要分钟 看你了 我说今天没准备他 去哪儿 这儿还是没准备他 否答iler 他你就要给你弓 我这儿也没有人 这儿还人呢 不是 准备他 这儿有这种 卖独舞 往前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师傅 不客气 你们俩今天怎么坐同一部车来上班啊 何彩老师 待会儿咱们仨还得坐同一部电梯呢 戴希 你现在跟罗宾学的这样特别不好 我学他什么了 傲慢 偏见 怎么了 丽娜 来 赫斯老师 赫斯老师 你为什么故意不跟我乘同一部电梯 你别惹我 丽娜姐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谁让她心情不好的 谁欺负她了 反正不是您 那是罗宾 你必须告诉我 否则呢 否则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你想说你本来就不是我的朋友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是我的朋友 丽娜姐最近有一些个人问题 个人问题 嗯 我说我最近看她有点不太对劲呢 交男朋友了啊 男朋友看不上她 不会啊 你快跟我说呀 我这血压都升高了 那您赶紧去吃点疆癌药啊 那您赶紧去吃点疆癌药啊 陈娜哥 看来她拿啤酒啊 小小多帅啊 你来这儿干吗 不是 你把钱包往家里了啊 我怕你以为丢了着急就给送过来了 是啊 还专门让老父亲来送一趟 是吧 这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没事 那个丽娜脾气不好 都是我小时候给惯的 没办法 就这么一个女儿 怪我啊 能理解 能理解 这个当爸爸的爸 都这个惯着女儿 这我们家就是 我爸特别惯着我姐 我姐就脾气可大了 是吧 罗宾 你们家也是吧 你爸是不是特惯着你姐 是吧 你看是 这是当父亲的容易吗 你说 要不是怎么说 可怜天下父母亲呢 您说得没错 你们领导特好啊 哪天要上我家去啊 我给你炒俩菜 我当过厨子 我有证了 咱俩来喝两口 好 没问题 那行 那那你忙我 我就走了 辛苦你送一下李叔叔 别别别 留步 留步 别别 我送了你 这边 这边 好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是你父亲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对不起你 他希望你能原谅他 他是爱你的 那我要是不能原谅他呢 他就是他 他遇用的 你不是有老老老老老老老嗎 您好 庄先生 您的外卖到了 给您放钱拿了 麻烦您取一下 还好 不客气 戴希 有罗宾律师的快递 好 对了 你把丽娜的也带过去吧 她俩都不在 好 勒你 她俩好像一起走的吧 她俩好像一起走的吧 谢谢啊 好 她们两个同事都不在律所啊 我记得你上次犯错 好像是罗宾 听你说的话吧 我帮你拿吧 谢谢 没事 我就证明一下啊 首先上次那个问题 是一个小错误 第二 人家客户 本来也没有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第三 我已经及时做出了弥补 不过话要说回来 自从罗宾律师的责任 罗宾从香港回来之后 客户就变成她的了 你让我深刻地理解到了 什么叫做恩将仇报 你看看 我一直等着你们呢 来 罗六 请 随便坐啊 跟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 坐呀 您别老站着 没关系 我习惯了 您今天找我们来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就是这个 丽娜岁数也不小了 我是想着 什么时候结婚吃体堂啊 你说这干吗 我把罗律师请家里来 唠唠家常不行啊 这个人怕见面 话怕烙 如果罗律师对你有意思呢 那就趁着我在 就把你们俩事定下来了 如果人家对你没意思呢 你也就别瞎琢磨了 我们俩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娜娜 丽娜 你俩是吗 我是你爸 我还看不出来吗 你喜欢谁 你嘴上不说 但眼睛藏不住 你找我们来到底什么事 你说吧 没什么事 我的事就是你 你只有在需要钱的时候 才会想到我 你又遇到什么事了 需要多少钱 你赶紧说 我是真的希望你幸福 谢谢 迄今为止 我所有的不幸都和你有关 林大 我们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吵架的 您有什么问题您先说吧 其实啊 我也没什么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们俩 我的事不用你管 说你自己的事 你看我这闺女 这样吧 咱们也不用绕了 您有什么诉求 就直说吧 其实 我这诉求特简单 养儿防老 是吧 我现在岁数大了 而且我 我一身病了 我没地方去 我只能住在这儿 凭什么 这是我的房子 是我辛辛苦苦 赚钱买的 你没有贡献过一分钱 就凭我是你爸 你作为女儿 你就得尽这个 这赡养义务 我现在想起来你是我爸了 你老了需要人照顾了 想起来你有这么一个女儿 你叫我干吗来着 你老了 早知道你今天这样 当年就是要把你打掉 当年就是要把我打了 是我妈坚持的 是你妈要把你打掉 是我心软 好吗 我给了你生命 你不折 你给的我那些吃肉 我都仇你我 干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打人 哪怕动他一根尺头 行啊 长本事吧 找人打你棒 喂 往这儿打 我死了他 你打不死我女生了你 来呀 走 我死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我办公室来 现在立刻马上 肯定不是跟我说的 你位置上的电话 不是跟你说的跟谁说的 但是这是正盲街的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的 你怎么了 我可能要被炒鱿鱼了 你干什么错事了 你是得罪客户了吗 我什么都没干呀 那把你吓得 是福不是货 是货你也躲不过呀 我就顺嘴接个上下剧 赶紧去吧 能怎样 是不是 律所要晋升高级客户人了 是的 我知道 是罗宾 喝的什么茶呀 现在是吧 尽量了 我说你 yolk型了 你跟人家谈到还行 出去走 我去哪里 出去吧 我去哪里 你都去哪里 我去哪里 这是我的签子 你不用工作了 你看你把小天吓的 小天 我吓到你了吗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没有说你不努力 那你为什么要开除我呢 我什么时候说要开除你了 小天 他没有说要吵掉你 他是说呢 你现在可以不用在这忙活了 我们两个要单独谈点事情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吧 现在请你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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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出去吧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就这么脆弱呢 你学学人家戴希 好了 好了 现在可以走了 转身出去了 快走走走 把门给我关上 你这干吗 我知道 你认为呢 罗宾抢了你的客户 我没打算抢回来 我呢 不会介入任何人对罗宾的行动 你觉得我是在针对罗宾 那不然呢 在你和罗宾之间 要想晋升那个高级合伙人 你不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你吗 我这么觉得呀 但是没有用啊 封印他不这么觉得 我可以帮你争取 那前提条件是 你取代封印 成为律所管理委员会的主任 我需要你的支持 对不起 我不能帮你这个忙 没关系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我建议你一会儿到洗手间 洗把脸照照镜子 看看镜中的你自己 问问自己的内心 这是你喜欢的自己的模样吗 我问心无愧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是你跟罗宾在一起做实习律师 那个时候的你朝气蓬勃 壮志凌云 谁都知道你那有名的父亲 你为什么不去卫生间洗把脸 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的模样 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形单影只没有朋友 我不需要朋友 只有软弱的人才需要朋友 你是因为没有朋友 所以你才这么说的 我不认为没有朋友 是一件丢人的事 相反 想要朋友 却得不到 那才是丢人 非常好 学校的小历 我是中介小屋 看您在网上发布的房子 过程地段都特别好 请问什么时候 方便过去看房啊 多方便 有人可以随着去看房 喂 喂 您好 我是作业公司的 方不方便 待客户去看一下房啊 有人你可以随着去看房 别信任公平洋窗窗窗 解开最后真相 回来了 您好 您好 我们是上午预约来看房的 房产经纪人 您长错门的吧 没说要卖房的 哎 你好 我们是刚打电话预约来看房的 怎么又是来看房的呀 我刚才说了 没说要卖房了 哎 您好 我们是刚打电话预约来看房的 又是来看房的吧 是不是 不是 怎么被你家房子 我说多少回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娜娜 这 这 看房是什么意思 我不卖房 enterprise 贵音学生 竟然说到 你知道出现吗 你对才 gym 你们可以 Pan demi 我们要奉行 我们ắnberoIM 你们预讯 您好 您好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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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您找谁 找女儿啊 请问您女儿是 丽娜 不好意思 丽娜现在休假了 休假 上哪儿啊 抱歉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要找罗宾 先生 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吗 你们这不是预案预约 什么预约 不好意思 罗律师特别忙 如果您没有预约的话 可能见不到他 他哪儿那么大谱子 先生 你别多闪开你 保安 请上来一下 好好好 那什么 我给罗宾打电话 行了吧 我有的名片 他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他肯定在 他火灯我女儿卖房子 不孝敬父母 什么玩意儿 赶紧让他们出来见我来 先生 有王法没王法了 要不这样 您现在那边坐一下 我们给他的助理打个电话 我哪儿的耐心呢 赶紧的 喂 罗律师今天在律所吗 罗律师今天出庭了 不在 怎么了 前台来了一位先生 他态度特别强硬 他一定要见罗律师 好 我知道了 先生 我已经给罗律师助理 打过电话了 罗律师今天确实是在出庭 什么出庭不出庭呢 我告诉你嘛 我今天必须得见到他 怎么了 戴希 这位是罗律师的助理 戴希 您好 请问您找罗斌律师什么事 他为什么躲着我 不敢见我呀 对不起 他不在律所 什么律所拦锁的 你赶紧把人叫出来 我刚才这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啊 不敢接是吧 法庭上不能接电话 那你告诉他 他要是敢把我女儿房子 卖来让无家可贵 我住他们家去 那除非罗律师同意 您住他们家去 如果他不同意 对不起 您还真不能住他们家去 我为什么不能住啊 你说不能就不能啊 你说谁啊 违背住宅内成员意愿 或无法律依据 进入公民住宅 或进入公民住宅之后 经要求退出 而拒不退出的 被称为非法侵入住宅罪 乱经办法 我不懂 我告诉你 你别跟我这卖弄 你读过书上过学 我读书少 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罗斌不在是不是 行啊 带我找他们领导去 对不起 你别唠嗷了对不起对不起的 你马上就带我找他们领导去 不孝敬父母 天理难容啊 还有人管没人管啊 他宁可把这房子 让那野男人给卖掉 也不让他亲接住 天理何在啊 不是您抛弃妻子在先吗 谁跟你说的 是罗宾还是丽娜 丽娜 丽娜出生的时候您在哪儿 丽娜她母亲去世的时候 您又在哪儿 我告诉你啊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是吧 父母的心也是肉掌的 孝敬父母 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禽兽父母令你当别论 我这 我这心啊 您这是 你是不是 我非常有 force 说梦子 提不了 你们两个到网上去看看 咱们律所什么时候 上过社会新闻的头条啊 把一个老年人 气得心脏病发作了 这明摆着 他是要告我们 而且 我敢说是一告一个准 前段时间有一个人 在电梯里劝一个人不要抽烟 结果两个人发生争执了 那个抽烟的人 急火攻心去医院了 那个劝抽烟的人 被人家属给告了 那也没够影 嘟呐 什么嘟呐 老大 您别生气 您放心 肯定没事的 我刚刚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都说了 他根本就不需要住院 那他为什么住院了 他非要闹啊 而且说自己无儿无女 医院也不好赶他 也怕影响不好 他的医药费你出 走 我旁贷 你们俩接下来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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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着 他们这是要赖在你们身上 他们这是要赖在你们身上 没关系啊 他喜欢住院 那就让他住好了 我也乐意拿钱让他治治病 丽娜她爸上市苏了 丽娜姐啊 她是在极客上也炸饭间了 好多人在下面留言 你看 你们给平命理 自己女儿的家 这亲爹为什么不能住啊 具体是什么情况 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你们不知道 我这女儿啊 特别地虚荣 自从她到了大城市之后 就没跟我联系过 她还把自己名字改了 她原来叫丽小娜 她把这小子那儿去了 这让我上哪儿找着去啊 不是我抛弃她 是她自己把名字改了 才躲着我 丽娜在哪儿 她在休假 把她叫回来 她在海上 游轮上没有信号 我不管她在哪儿 你负责把她叫回来 你告诉她 躲不是办法 自然确清 产生的父母和子女关系 是基于子女出生的事实 来产生的 她不依靠任何法律程序 也不依靠任何人为的方式 来终止的 我换句话说吧 我退一万步讲 她的父母要是 真是个混蛋和罪犯 你都不能终止和她的父母关系 这对子女是不公平的 说 确实不公平 一个男人 年轻的时候抛弃妻子 现在年纪大了 又要求自己 伤害过的儿女 进行赡养和照顾 这不等于是 惩罚无辜的儿女 鼓励混蛋的爹娘吗 这是以德报怨 对君子以德报怨 对小人还真得以牙还牙 你是打算以德报怨呢 还是以牙还牙呢 那要取决于对方 是小人还是君子 我警告你 速战速决 对方可是弱势群体 不要造成一种印象 咱们再欺负老年人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 他对我是百般的嫌弃啊 百般的刁难啊 他生怕他的同事知道 有我那么一个爹 古语说的好啊 狗不嫌家贫也 我是没本事 但我是他亲爹啊 他的好啊 吃好的用好的 他洗把脸还得用 用一个什么仪器 我呢 他亲爹呢 他亲爹是露宿街头 沿街乞讨 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朋友们 你们说说 有那么当女儿了吗 太没良心了吧 老温 你给我说句实话 这给戴希是什么来头 不管她有没有来头 我们都不能把她开掉 把责任推到她身上 不是我把责任推到她身上 是原本就是她的责任 是立伟政 是立伟政在那耍无赖 您我都知道 就算立伟政是个混蛋 你们家戴希 也不是吃素的 这录像我看了 你想再看看吧 天下有没有 不是我刚才来的 校团是我们的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国 请证明大理人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 可贵的品质 强烈的正义感 两回事 正义感和正义的冲动 是两种品质 是 老大 如果我们把戴希开掉 那就是在跟律所 所有的年轻律师说 不要为律所卖名 明哲保身吧 因为你为律所冲锋陷阵 而律所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就会把你拉出来当替罪羊 牺牲掉 你拿主意吧 你的高级合伙人 还没有通过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惯你 你 戴希 选择吧 谁负责 我负责 咱们又回到当初那个话题了 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实习生的冲动负责呢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冲动 而那时候是您 震到我前面为我那些冲动负责 因为你也冲锋好 可以 可以 низ付的 可怜的孩子 吓坏了吧 我刚才说的话 再说一遍 如果你被告了 你需要一名律师 我可以做你的律师 我是一名很棒的律师 你不用考虑费用问题 我为你免费 你看我跟你说啊 我跟律所里所有的人都说了 不许就此件事情 发表任何的言论 也不许接受采访 还有就是那段监控录像 不允许把它发到网友上去 那段录像啊 我看了 你不用担心 虽说呢 你的表现不能算是完美无瑕 但是那段录像啊 充分地展示了 什么叫碰瓷 什么叫老人变坏了 他那天啊 是这么捂着胸口 栩栩倒下的 看眼地 可真正的心脏病爆发呀 是这样的 不是 你 你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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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邰老师 找律师找我 谢谢 别 我建议啊 你跟戴希最近最好躲一躲 别发声啊 也别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你的意思是任由脏水破得我们真人 我的意思是 拖面自干 我没那么好的修养 你别误解我呀 那好啊 如果以后有人往你脸上催唾沫的时候 我一定建议你拖面自干 这拖面自干的书面意思是说别人往你脸上催唾沫 你呢 不把他擦了 让他自己干掉 但实际上呢 这是以典故 这唐朝啊 有个宰相 叫楼师德 他呢 深得这个武则天的赏识 所以引起很多人的妒忌 所以呢 他就在他弟弟出外做官的时候 跟他弟弟说 说我呢 现在受到陛下的赏识 所以呢 就有很多人妒忌我 在陛下面前敬我的谗言 所以你这次外出做官的时候呢 一定要事事忍让 其弟跪于 自今 虽有人拖某面 某侍者 素不为凶忧 翻译成白话文呢 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哥哥 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痛呢 我就把他擦掉 就算了 我一定不让哥哥担忧 楼师德说什么呀 师德忧远 此所以为武忧也 人拖辱面 怒辱也 努士之乃逆其意 所以重其怒 夫拖 不示自甘 当孝而受之 什么意思呢 他哥哥说 说这个呀 正是我所担忧的 别人往你脸上吐痛吗 为什么呀 是因为人家生你的气 人家怨恨你 你拿手给擦了 这样你就违背了人家的意思 你会加重别人 对你的生气和怨恨 那应该怎么着呢 别人往你脸上吐痛吗 你不去擦他 让他自己干掉 而且笑着 把这事忍受下来 我这跟你说话呢 所以说这拓面自甘的意思啊 是说你不要去激怒别人 如果别人往你脸上吐痛吗 你要笑而受之 我就想知道啊 那兄弟俩后来怎么样了呢 武则天改唐为州 定东都洛阳为神都 这哥哥娄士德呀得到了重用 出将入将 屡见齐功啊 那我想请问 那个拓面自甘的弟弟又怎么样了 历史上没有记载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必须就给我处理 我处理比你处理更合适 你现在已经被人贴上了 无良律师的标签 不管你再做任何事 别人都会对你指指点点 我喜欢被人指指点点 我不喜欢 这是你的休假神经表 这是我五年前的休假表了 依然有效 你从明天去开始休假 你的工作暂时交给何塞 好 但是我有个条件 说 绝不能把责任推到助理 或者临时公投上 必要的时候 我会让你负权责 比方说 吊销你的律师执照 好 好 对 我还不想关注 还有孩子 这么多吗 我真的想要吗 我还不想要